意大利华人街2023年1月12日雷焦艾米利亚消息 雷焦火车站地区发现一家生产仿冒服装工厂 并查获藏匿的20万欧元现金 作为雷焦艾米利亚历史车站地区特别检查行动的一部分 根据去年12月由省长伊奥兰达 罗利主持的省公共秩序和安全委员会期间做出的决定 由国家警察共同执行 在税务警方、县兵队和当地警察的共同努力下 在雷焦艾米利亚的诺维拉拉发现了一家工厂 该工厂生产了大量著名时尚品牌的假冒服装 现已被查封 该行动源于对一名华人在车站地区住所进行的检查 在发现几千欧元后 土里警察分局的国家警察和地方警察要求雷焦艾米利亚税务警方提供协助支援 在意大利税务警察随后的调查中发现 该公寓的阁楼空洞中巧妙地隐藏了20多万欧元现金 这些现金装在一些袋子里 其来源和合法性目前正在调查中 考虑到当事人的重要犯罪记录 如以洗钱和剥削卖银为目的的犯罪团伙 以及家中持有的大量现金 超级跑车和贵重物品与他纳税申报之间明显的差距 搜查范围还扩大到了他在诺维拉拉的住所 在这个地方 雷焦艾米利亚和瓜斯塔拉及科雷焦分部的税务警察们 发现了这家工厂 里面有5名华人非法黑工 卫生和安全条件不稳定 以及大约1万件据称是假冒商标的产品 包括服装和标签 这些物品随后被扣押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整个企业的房舍 机器和运输货物的箱式小货车也被没收 所有这些都与一家独资企业的老板有关 也是华人 他被指控为造假 此外还有与劳工有关的指控 因为在工厂内发现的5个人没有合法身份 引发这起行动的那名中国人 他因洗钱 非法从事 金融活动 为申报收入和滥用支付服务 而被雷焦艾米利亚检察官办公室提起控诉